神情愛妻在公家單位協助下 來到慶祝市政府接受幫助 因為兒子的一把火燒死八名家人 不但輪胎行複製一具 也讓老父親居無定所 對 都非常的關心他們 那昨天我們也把家屬的慰問金 依照相關的規定交給每一位 市府團隊介入幫忙 照顧倖存者的生活起居 重回事發現場 已經看不見當時的較黑模樣 經過簡單承受後 外廠已經見起鐵皮威靈 還有民眾自發性送花悼念 逆子縱火引發外界踏伐 新竹市副市長掛保證會全力協助 市政府在這邊所做的協助 也希望就是幫他們把事情也順利辦亂 想要放火洩憤反而害自己受傷 雖然目前已經離開交互病房 但還是無法製作筆錄 眼睜睜看家人被大火吞噬 兇嫌背逮後卻不斷狡辯 他聲稱因為害家人吵架氣頭上 才會開車去買汽油 想要嚇唬家人 當時和父親互相拉扯 煙才會不小心掉下去 引發大火 2016年唐錦煌作火案燒死六個人 最高法院以嫌犯 沒有打算把人燒死 認定非故意殺人撤回死刑 陳建嫌犯停了一桶汽油 是否會被判死刑 引發外界關注 到底為什麼橫下心對家人縱火 只能等嫌犯康復出院 才能釐清真相 但是該負起的責任 恐怕一向都逃不掉 近新聞邀請曾俊瑋採訪報導